1928年春 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 以军事演习为名 盗绝了清东陵 说起孙殿英 很多人都会想到盗东陵 而说到盗东陵 话题最多的就是 孙殿英扒掉慈禧的裤子 士兵对慈禧进行监视等无聊话题 这种民国无聊文人一吟出来的段子 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由此可见 不管时代如何变化 风月和八卦一直都是妥妥流量担当 然而盗墓是门首艺 校对需要勇气 满清入主中原后 先后在河北尊化和一县 修建了东陵和西陵 其中东陵藏有顺治 康熙 乾隆 显峰 同志 慈禧 西陵藏有雍正 嘉庆 道光 光绪 宣统 1928年春 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 道绝了青东陵 乱世是大征之士 礼崩乐坏 武装集团到黄陵 冲军下 谢私奋 自古以来 屡见不鲜 比如西汉末年赤维军到茂陵 董卓道绝两汉帝陵 曹操舍发秋中狼将 和墨金校尉 让军队搞副业创收 在比如五代耀州捷渡时 温陶挖遍大唐十七岭 堪称盗墓之王 为其刘宇趁金国灭宋 把北宋黄陵刨了 杨敬真家在蒙元的知识下 把南宋黄陵也给挖了 与历史上优秀的同行们相比 孙殿英还算比较有节操 他指到了东陵中的乾隆墓和慈禧墓 东陵最大的浩劫 在1945年9月 土匪王少一等 抛了清东陵十四座陵寝 157位清朝皇族的陵墓 被洗劫一空 道东陵是民国时期的一件大事 孙殿英也因此是爆红于当时舆论界 但在孙殿英一生的长河之中 道东陵对孙的事业发展 并未起到处推作用 反而让孙悲伤了无尽的骂名 可谓得不偿失 与道东陵相比 孙殿英干的另一件事 吞恳西北 虽然不怎么知名 但却影响巨大 如果当年老孙成功了 可能后来大西北 就没马家军什么事了 可惜的是 司马巨孙国府变卦 让孙殿英的西北王梦想碎了一地 在说司马巨孙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孙殿英的前半生 清末明初的乱世之中 无数人在大时代的裹挟下 苦苦挣扎于社会的底层 而其中实现屌丝逆袭的大道巨匪 军阀政要 富商大谷 无意不是一段传奇 孙殿英自奎原 出生于1898年 河南归德府永成人 孙殿英自幼丧父 由母亲拉扯大 在慈母的浇灌下 孙殿英小时候异常顽劣 据说他在读司书时 因不满先生责罚 一把火 把司书烧了 简直就是少年版蛊惑仔 烧了司书 不仅要从司书滚蛋 还得照价赔偿 就这样 本来就贫困的家底 被彻底折腾完了 母亲值得带着孙殿英 使差乞讨 孙殿英虽然读书不行 但是他从小自带社会人属性 天生就是混社会的料 离开学堂 走进社会大学后 孙殿英对社会上的各种门门道道 无师自通 一学就会 如鱼得水 为了不受欺负 孙殿英早早地加入了当地古惑仔 凭借大气豪爽 和行侠仗义的特性 孙殿英成了这帮不良少年的老大 颇具游侠之风 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 接下来就得考虑发展问题 为了搞钱 孙殿英便访当地流氓赌棍 天天出入赌窟前庄 沿袭各种赌树 凭借着过人的头脑 和切而不舍的钻研精神 孙殿英很快窥见了赌树的精益和奥妙 纵横赌场 此后 孙殿英曾远赴商丘 洛阳 西安等地开设赌局 以赌会友 赢取钱财 赌树的技巧不外乎两点 记忆力和察言观色 孙殿英把弄一副牌之后 能够记清楚每一张牌背后的极其细微的纹理和暗记 信手拈来 绝少差错 此外 孙殿英能够通过对手的一个简单动作和表情 看穿其排面大小 更觉得是 孙殿英没事就喜欢扔头子 长期积累 手感越练越强 最后竟然达到了想扔几点就扔几点的境界 赌树极真划净 如果仅仅把赌树用来搞钱 那未免太低级了 对孙殿英而言 赌树是一种精神信仰 是探究人与社会奥秘的媒介 利用出神入化的赌树 孙殿英广结江湖豪杰 探究三教九流各色人物的心理 以此调整和更新三观 指导自己的行动 终于 孙殿英完成人生的第一次转型 加入庙会道 庙会道 是活跃于玉玺的反动会道门 主要只能是为苦难的农民输送精神鸦片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孙殿英心思活络 有勇有谋会忽悠 很快就混成了大头目 在这期间 孙殿英又发展了另一个副业 贩都 手底下有人有钱 但终究是草鸡土匪 尚不得台面 于是惊人介绍 孙殿英搭上了河南陆军堤 混成屡屡掌监玉西 镇守史丁湘林 不久就混成了丁部的机枪连连掌 当然 这一切都离不开金钱的运作 九居人下 不是孙殿英的性格 1924年 第二次直凤战争爆发 丁湘陵部奉命开赴前线 孙殿英 趁玉袭空虚 果断带领机枪连和一个骑兵连 在陕州滑遍 然后转战洛阳一带 势如破竹 妙绘道兄弟们一呼百应 纷纷归附孙殿英麾下 一眨眼功夫 孙殿英便臃肿数千人 自封玉西自治军总司令 1925年春 镇松军将领 与陕甘剿匪副总司令汉玉坤 与国民军胡锦一部爆发大战 孙殿英部被汉玉坤收编为第五混成旅 孙殿英任旅长 起军阀岁月由此开启 1933年3月 长城抗战爆发 日军大举进攻热和 驻守热和的东北军汤玉林部 遗处击溃 热和危急 何应亲 张学良击掉华北各路军马营敌 驻守近东南的孙殿英第41军 也在争调之列 自中原大战以来 孙殿英已经在近东南 折服两年多了 原来当年孙殿英投靠汉玉坤之后 几经辗转 又投靠了凤气大老张宗昌 之后被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五师 北伐战争中 直鲁联军被蒋逢炎群殴几乎崩溃 孙殿英退守际线 尊化一代 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为第十二军军长 道东陵便是被收编不久之后干的 中原大战中 孙殿英把堵住下在反蒋一方 在冯玉香麾下奋力作战 不料反蒋势力 被蒋介石和张学良击败 幸亏孙殿英击领 早早率领残部 躲进了近东南 保住了部分实力 又通过花钱运作 逃过了秋后算账 还买了一个四十一军的编制 在近东南的两年多里 孙殿英聘请外国技术专家印甲钞 致毒品 开兵工厂 招兵买马 发展实力 到1933年 孙殿英部已经拥有三万七千余众 武器装备焕然一新 孙殿英在近东南搞得有声有色 延西山坠坠不安 想方设法要把孙殿英拧出山西 恰好长城抗战爆发 孙部奉命北上 沿西山抓住机会 极力怂恿孙殿英出兵 并表示愿意承担孙殿英部 抗日所需的一切弹药 孙殿英也明白 山西不是安神之地 想出去发展 于是借颇下驴 率部来到了热河 热河抗战中 孙殿英在赤丰阻击日军 血战七周夜 之后又在猴头沟门 与日军激战十余日 与一处击溃的东北军 形成了鲜明反抵 孙殿英抗日声名远播 除了收获抗日的名声之外 孙殿英趁机收编了 汤玉林部两个骑兵旅 一个步兵团 以及其他抗日义勇军 名利双收 长城抗战之后 孙殿英驻守在张家口 以东的沙城一带 此时 冯玉祥在张家口 组织查哈尔抗日同盟 手握数万大军的孙殿英 自然成了老上级 冯玉祥的统战重点对象 另一方面 为了瓦解查哈尔抗日同盟 主持华北军政的军委会 北平分会代委员长 何应钦 也想拉拢孙殿英 并需以50万元军费查哈尔省主席的条件 孙殿英两边都不敢得罪 但驻帝又挡在中央军和查哈尔抗日同盟军之间 必须抹开 1933年6月27日 国民政府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肯督板 令其率部西区 替祖国开发大西北 就这样 孙殿英率部来到了隋远 驻扎在包头望丰 国民政府调孙殿英去西北 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查哈尔抗日同盟 还有更深的用意 当时 大小军阀疯狂招兵买马 人民备受其苦 社会上兴起了化兵围攻的舆论 要求各地方实力派裁兵接响 把钱投在建设上 虽然这仅仅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 但是这是民心所向 其次 日本步步进逼 国民政府为了日后支撑长期作战 提出了开发西北的口号 还通过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法案 然而 广袤的大西北中 国民政府只能控制 陕甘两省部分地区 青海 宁夏 新疆都是事实上的独立王国 因此 调孙殿英去开发西北 不仅是落实开发西北的政策 也可以利用孙殿英搅一搅西北的浑水 趁机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北的控制 和三国时期的刘备一样 孙殿英辗转多年 苦于并没有自己的地盘 既然中央命令去西北 那老孙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到时候把整个西北拿下 当个西北王也不错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孙殿英一面大搞统战活动 与各方广为联系 谋取声援 一面在随西整军被武大练兵 还派遣大量间谍人员 潜入宁夏 散发传单 揭露和抨击马家的残暴统治 声称自己要统帅十万雄兵 解救宁夏人民 当孙殿英在包头展望西北王时 严西山又不爽了 和之前一样 随远也是严西山的地盘 为了请走孙殿英 严西山又送来了迫击炮弹5000发 手榴弹3万颗 子弹50万发 并表示愿意为孙部西进 提供两项弹药 孙殿英很高兴 表示只要黄河一风洞 就会渡河西进 孙殿英大军压境 盘踞在西北的马家军 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马家军援起于清末陕甘回乱时期 1863年 甘肃河州莫尼沟大阿红马战敖起兵作乱 其德义弟子马海燕复支 是河州回军第一汉将 1872年 马战敖在太子四一战中大败乡军 然后乘胜求和 在马战敖的带领下 河州猪马投降了左宗棠 被朝廷收编 1886年 马战敖病逝之后 其子马安良率领朱马加入了董福祥的干军 庚子之乱后 董福祥被下课 马安良在甘肃拥兵自重 成了北洋政府甘肃提督 陆军上将 但不久就被袁世凯的亲信 甘肃都督张广健排挤走了 马安良抑郁耳中 马战敖这一只废了 河州猪马的另外两只 却兴旺了起来 民国初年 马海燕之子马齐 趁机向青海发展 并于1930年 当上了青海省主席 奠定了青马的基础 1931年 马齐去世后 其弟马林 继任青海省主席 马林能力平平 青海大权逐渐转移到了 侄子马不方手里 除了青马之外 河州马家军还有一只宁马 宁马起源于马千灵 马千灵是马战敖的谋士 马千灵的两个儿子 马福禄和马福祥 都随董福祥抗击过八国联军 马福禄在北京保卫战中战死后 留下儿子马鸿兵 其部下由马福祥接管 之后 马福祥向宁下发展 打下了宁马基业 马福祥之子 及马鸿魁 青马和宁马的势力分布是这样的 马林正任青海省主席 马不方任新边第九师师长 驻防青海 马不清任第二师师长 驻防甘肃和习走廊 马鸿魁正任宁下省主席 兼帝十五陆军总指挥 驻守银川 马鸿兵任第三十五师师长 驻守中尉 除了马家军之外 西北还有新疆的盛世才和马中英 以及国民政府派驻截至甘 宁 清军务的甘肃绥靖公署主任 朱少良 孙电英即将吸进的消息 传到朱马的耳中后 朱马立即致电朱少良 表示强烈反对 朱少良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向上请示 何应经回电 孙电英去青海屯肯 是中央的命令 你们务必要予以配合协助 帮助孙将军开展工作 朱少良接到电令后 转发给甘清宁三省军政机关 要求服从中央命令 配合孙电英部 马鸿奎致电朱少良 孙电英在虽远招向那盘 人马将近十万 还装备了山 野中炮 就是没发现农肯工具 你别告诉我 他用枪炮开发大西北 马步方也用重金贿赂朱少良之期 希望朱七吹吹枕边风 阻止孙电英西进 朱少良起初打算做个裁判员 坐山观虎斗 后来听说孙电英想当西北王 还把西北吉省的地盘 预付给了手下几员大将 朱少良大怒 加上老婆的枕边风和朱马不停有说 朱少良转变了态度 反对孙电英西进 西北个势力并非铁板一块 青马 宁马内部矛盾重重 青马宁马之间也有摩擦 朱马和朱少良之间也各怀心事 但是面对强大的外敌孙电英 这些人果断抱团了 很快 朱少良召集朱马开会 商量对付孙电英和中央政府的办法 对付孙电英 自然要用军事手段 朱少良在会上表示 孙军袭来 宁夏省城有被包围的危险 唐马洪奎抵抗不住 使宁夏为孙所占领 继续向甘青前进 则西北全区均受威胁 我们必须不分阵域 援助宁夏 对付中央政府 必须采取一些政治手段 比如炒作孙电英图谋歌剧西北 赤化西北 再比如组织民众游行示威 组织民间代表团到南京请愿 反对孙电英蹊进 反正一时间 请求中央收回成命的电报雪片班 飞向南京 马洪奎甚至还率领全体省府委员 以集体辞职要挟 马林也表示 只要孙电英来就辞职 面对强大的民意压力和舆论压力 国民政府只能放弃屯肯计划 1933年11月11日 蒋介石命令孙电英暂缓西进 原地待命 暂缓是什么意思 孙电英看得明白 在随西立兵莫马四个月 万事俱备 你说不完了 这是把我老孙当孙猴子耍呀 冬天很快就要到了 即使严锡山不派人来年 孙电英也待不下去了 孙电英第41军有6万人 超出正常编制三倍 孙电英虽然有点小钱 但也架不住大军坐视山空 再加上虽原本是苦寒之地 根本无法筹措到 满足这6万大军的补给物资 所以必须搞到地盘 寻求活路 后退无路 坐困等死 孙电英只能硬着头皮蹊跡 至于违抗中央命令 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1934年1月10日 趁福建事变爆发 南京政府无暇西谷之机 孙电英向部队下达了进攻命令 12日 先头部队与马家军骑兵 在邓口交上了火 孙马大战正式爆发 两天后 蒋介石致电马洪奎 我已经电令孙电英原地待命了 如果他不听继续西进 你们要听朱少良的命令 尽力防堵 不要瞻前顾后 意思很明显 孙电英不听话 你们放手干吧 中央支持你们 同日 朱少良电令朱马 下达了总动员令 命马洪奎为左翼军总指挥 马洪兵为右翼军前敌总指挥 邓宝山为右翼军总指挥 马步方为总预备队总指挥 同时 领胡宗南第一师旅长袁朴 率部开赴宁夏中尉 支援马洪奎 四马巨孙大战即将上演 而在蒋孙电英和四马大战之前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背景 这里再插播一段往事 众所周知 冯玉祥的军队有两块牌子最响亮 一是国民军 二是西北军 其中以西北军为甚 1925年1月 冯玉祥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 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 其麾下的国民军从此被称为西北军 同年10月 冯玉祥命大将刘玉芬以代理甘肃军务督办身份 率军开进兰州控制了甘肃 刘玉芬控制甘肃后 一心搞钱 为冯玉祥在中原争霸提供军费和物资 甘肃地级民品 没什么油水 但刘玉芬不管这些 拼命搜刮 百姓怨声在道 龙南河州镇首使赵锡平是刘玉芬的表兄 其人刚愎自用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刘玉芬的指示 赵锡平大肆征兵征良 所款还推行民族歧视政策 介入当地回教内部之争 1928年 河州回教发生了新老教之争 赵锡平向刘玉芬报告 纵观历史 回宁三十年一小反 六十年一大反 最近爆发的所谓新老教派之分 其实只是他们造反的烟幕弹 建议以雷霆手段镇压 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 刘玉芬听吧 身以为然 哼 我这次要叫他三百年 六百年都反不起来 随即只是赵锡平以造反的名义 将双方主要头目捕杀 甘肃地头蛇马七等人 一直对西北军进驻甘肃很不满 但苦于实力不足 只能隐忍 赵锡平在河州乱搞一通 给了地头蛇反击的机会 在马七的鼓动和支持下 河州事变中被枪毙的马宝之子 马仲英走上了武装反抗西北军的道路 遍地都是身受压迫的人 再加上宗教煽动和民族矛盾主推 马仲英登高一呼 各地群起响应 1928年5月10日 马仲英部一万余人围攻河州 刘玉芬急调陈玉耀二十五师 增援赵锡平 击退了马仲英 战后 声名狼藉的赵锡平被调走 陈玉耀接任河州镇首使 之后两个月 马仲英两次聚众数万人围攻河州 刘玉芬则两次调集赵锡平 佟林阁 李松坤三个师 击败马仲英 解了河州之为 马仲英三次来犯 惹恼了刘玉芬 11月 驻甘肃的西北军五个师 清朝而出 向马仲英发动了全面进攻 马仲英一败再败 流窜于甘南 青海 河西 宁夏 败军所到之处 一路劫掠屠杀 直到1929年6月 马仲英被二十一师师长吉洪昌彻底击败 于不被收编 这次事变才结束 此次和黄事变 也叫第四次和黄事变 世纪乾隆年间 苏四十三起义 同志回乱 以及光继年间和黄事变以来 西北爆发的又一次大规模民族仇杀事件 多地发生屠城事件 死伤数十万 冯玉祥对西北的控制 止于1930年中原大战 在这次空前的大混战中 冯玉祥孤注一掷 将老底全部压上了战场 企图一战定乾坤 然最终战败 强大的西北军被解散收编 河州珠马城市崛起 投靠蒋介石 进攻西北军余部 逐渐控制了清干宁 杨虎城也届是占领了陕西 所带领的十七路军 也叫西北军 孙殿英西近时 朱马已经在西北站稳了脚跟 并渐渐取得了南京政府的支持 据孙连军方面 以朱少梁为首 麾下分左右两翼 左翼是马洪奎 马洪斌 马步方 马步青 又以为邓宝山 杨虚筒 鲁大昌 这些是甘肃地方部队 此外还有总预备队 胡宗南第一师 胡宗南是黄埔西大师兄 天子门生第一人 蒋介石将胡宗南这颗旗安插在隆东 一方面是围堵活跃在川山一带的 红四方便军 一方面是监视马家军 将中央势力引入西北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胡宗南就定在了西北 实力不断壮大 后来麾下精兵数十万 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孙殿因西进 胡宗南只在后期派了一个旅参战 所谓右翼和总预备队 只是拉拉队 真正出死力的还是马家军 其中宁马三万多人 轻马一万多人 合计五万上下 马家军的战力 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 硬件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马匹 其他武器装备很垃圾 西北深处内地 经济落后 交通不便 武器来源很有限 马家军的不少武器 还是大清留下来的老古董 另一方面 马家军是一支有信仰部队 其军官任命以干 和 回 马为标准 皆为司马宗亲故旧 以亲马为例 其部队一直有随军阿轰 能为部队持续输送士气 宗教礼法和家族血缘相结合 使得马家军拥有极强的内部凝聚力 和奋勇精神 此外 恶劣的自然环境 加上并不很开化的社会环境 也锻炼了马家军生猛残暴的性格 其士兵精于偷袭反袭 敢于近战格斗 凶悍不畏死 堪称低配版日军 说完了马家军的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孙殿英的部队 孙殿英原有一个四十一军 进军西北前 为了便于指挥 孙殿英对全军进行了统一整编 除四十一军外 又自行增编了一个骑兵军 共有步兵三个师 一个补充旅 一个特务团 四个骑兵师 三个独立旅 一个独立团 特种兵一个炮兵团 两个宪兵营 即工兵 资重部队各一营 无限电一队 总计六万人 战力方面 孙殿英的部队也不算太差 这一点从中原大战时的 薄州之战可以得到证明 在中原大战中 大小军阀都面临 拥奖与反奖的选择 孙殿英的选择是反奖 一方面 孙殿英不满蒋介石削藩 另一方面 反奖联盟比较够意思 阎西山对东陵道保一再袒护 冯玉祥则大赞盗墓 使革命一举 一唱一和 把孙殿英的搞得内心暖暖的 大战前夕 孙殿英驻防晚北薄州 薄州是反奖战争的最前线 孙殿英在这里率先打响了 反奖战争的第一枪 但不久 蒋军发动反攻 孙殿英被蒋军王军部围困于 薄州城内 薄州位置在龙海 金浦两线的三角地带 对蒋军侧北威胁很大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为了拿下薄州 蒋右派叶开新部 杨胜智部 协同王军部积极围攻 孙殿英虽然是杂牌中的杂牌 但面对近十万蒋军的围攻 毫无巨色 打得极其顽强 蒋军屡攻不下 直到两个月后 孙殿重帅四个师匆匆赶来 里应外合 才解了薄州之围 薄州之战 虽然没有附作一手 卓州一样有名 但也是军阀混战中 比较经典的城市防御战 而在此之前 孙殿英部参加过 对付冯玉祥西北军的 南口战役和卫会战役 在此之后 孙殿英部参加过 对付日军的热和抗战 均有不俗的表现 总之 孙殿英部虽然看起来 是一群乌合之众 实际上是一支 比较有战斗力的 超级杂牌军 孙殿英的战略 是先夺取附属的宁夏 作为根据地 然后向甘肃发展 最后夺取青海 独霸大西北 进攻宁夏的具体作战计划 首先 攻占宁夏北部门 护士嘴山 掩护大军集中 第二步则是 兵分三路 进攻宁夏城的 北大门平博 中路直攻平博 左右两路 深入平博以南 消灭自平博败退的马军 骑兵则迂回至平博 至宁夏城之间 扰乱和阻止 马军增援部队 最后 攻占平博后 以主力进攻宁夏城 骑兵与击溃马军骑兵后 深入至广武 中备 切断马军退路 截流自重军火 并警戒甘肃援军 作为防守方 马家军的兵力少于孙殿英 如果他们兵力过于分散 就不能有效地打击孙殿英 反而会被各个击破 如果兵力太集中 那就相当于放弃了主动权 到时候孙殿英部 会到处活动 难以应付 鉴于此 马家军的战略是将主力 部署在宁夏城内 及其附近地区 然后再平博城放一个步兵旅 石嘴山 青水桥 通昌宝等重要据点 布置其兵团或骑兵营 如果孙君只来少量先头部队 就立即应战 如果孙君大部队前来 就撤至赫兰山脚下 等孙君向宁夏城进攻时 威胁其侧翼 1934年1月11日夜 孙殿英部骑兵千余人 进站登口 将马红兵三十五师的一个连脚械 拉开了孙马之战的序幕 13日 孙殿英攻占石嘴山 19日便已从东 西 北三面包围了平博城 平博东陵黄河 西靠赫兰山 是宁夏北部最大的县城 也是进出宁夏平原的门户 平博城小而间 驻守平博的是 马红奎部下 马宝林率领的一个步兵旅 和一个骑兵营 城防战的要点有三 防御攻势 物资准备 精神动员 马宝林深谙辞到 物资准备得招有钱人 马宝林在保护洋行商人 和富户的名义下 筹集了巨额军项 平博居民大都信奉伊斯兰教 马宝林利用阿洪向回族人 揭露孙殿英纵兵掠民 到挖东林的丑行 宣传孙殿英部的残暴 使军民同心合力死守 城防方面 马宝林命人城外四周 挖了两帐宽的护城豪 将百姓一律迁入城内 又将南关的商店民房 悉数拆除 材料用来构筑防御攻势 最后还在城外玉皇阁 王家寨子各部署一个联兵力 以为犄角之事 十九日晚时时 孙军杨肝青驴打响了 平博攻城之战 杨肝青驴选择的攻击点 正处于马军与皇阁 王家寨子两个防御支撑点的 交叉火网之中 孙军伤亡很大 好在孙军实气阵望 在炮兵火力支援下 架起云梯奋勇爬城 就在城江破时 守军旅长马宝林 用守殿照看城下 孙军却误以为 自己军队以胜利登城 停止炮击 马军趁机反击 歼灭了接近成员的 大部分孙军 此后 孙军又组织过多次进攻 军告失礼 一般而言 远道而来的克军 立在苏战 1月24日 孙殿应见平罗九宫不克 便留下补充吕布继续围城 然后亲率主力绕城南下 直扑宁夏城 孙军主力来势汹汹 沿途的小谷马家军 为作激烈抵抗 便撤往了宁夏城 27日拂晓 孙殿应主力 进至宁夏城西北满达桥一带 驾云提攻城 马家军主力蜂拥而至 对孙殿应形成了合围之势 双方展开激烈混战 战斗很快陷入胶着 激战中 宁马保安处长马全梁重伤 副处长韩逸司马阵王 青马新边第九十一团团长马成龙阵王 骑兵旅一团团长马布兰辅伤 激烈程度由此可想见一半 打破僵持的是 孙殿应的亲信旅长魏日公 此人因不服旅长杨干清 被内定为破城之后的宁夏城警卫司令 擅自撤退 造成孙君全线动摇 被迫退居满达桥 第一次攻城失败 二月五日拂晓 第二次攻城开始 与第一次简单粗暴的攻城不同 此次是起习 孙君以下围李吕为主力 赴以部分特种兵编程加强吕 绕道从宁夏城西南发起偷袭 偷袭这种事 最怕内奸泄密 恰好孙殿应大军里出现了一个内奸 旅长杨干清是回族人 禁不住马洪魁以民族和宗教情义进行拉拢 泄露了孙殿应的进攻计划 当孙君突击队二百余人爬上城头时 被早已守候在此的马家军大刀队砍杀 孙君偷袭不成 连忙后撤 马家军两个旅趁机出城追击 俘虏孙君官兵五百余人 第二次攻城再告失败 二月十日拂晓 第三次攻城开始 一股作气 再而衰 三而解 孙部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锐气 更悲催的是 朱少良从兰州派来三架飞机 飞临宁夏上空 轰炸孙君指挥部驻地满达桥一带 马家军见状 实际为之大阵 第三次攻城很快失败 三战三败 损耗的不仅是士气 还有粮食弹药 之前 阎西山为了让孙殿英离开隋远 表示愿意为孙殿英 提供西进的两项弹药 现在 孙殿英找阎西山兑现承诺 阎西山称 陕西高贵滋部 以占领于林 并出兵核桃 截断了隋远 宁夏间的通道 军需物资运步过去 请孙擅自为之 当年中原大战 阎西山是怎么坑风雨降的 现在阎西山就怎么坑孙殿英 不过这也不能怪阎西山 毕竟军阀混战 就是军阀护坑 北坑只能说明 自己水平不行 孙殿英不甘心坐以待毙 决定做最后一搏 二月二十二日 孙殿英将前敌总指挥刘岳亭撤职 亲自组织部队 发动了最后一次猛攻 双方激战两日 反复肉搏冲锋 最终孙殿英败退 外困于奸城 美缺乏粮草 久战无功 士气低落 孙殿英败机已显 蒋介石又及时出来补刀 一出手就废了孙殿英 胡宗南第一师第二旅圆瀑布 于二十六日 开抵中宁 中卫一带 加入对孙殿的作战 何应清则致电干 宁 清军正首脑 及孙殿各部主官 孙部善行进兵 习取宁夏 真免去孙奎元 孙殿英 北平军分会委员 及四十一军军长 四十师长各职 撤销第四十一军 及第四十师番号 原第四十一军所属步兵 由丁北廷 刘月亭二人指挥 所属骑兵由副军长于世明指挥 所有部队退往邓口以北地区 等候整边 当初大家跟孙殿英西进 是为了安家西北谋取富贵 如今一指电报 美梦成空 维系军心的纽带不复存在 于是孙部人心惶惶 立场不坚定的杨小猴子 率不离去 杨干清吕被马家军拉拢倒戈而去 骑兵军长于世明 宣布撤出战斗 李淳华吕 吕存一吕 相继脱离指挥 一百一十七师师长丁北廷 宣布听从中央调遣 至此 孙殿英部已经不堪再战 三月十九日 孙殿英召开团长以上紧急会议 下达了总退却的命令 并于当晚全线撤退 二十日 据孙联军三路追击 中央军空军役配合出动 对孙殿英部进行轰炸扫射 孙部望风而逃 溃步成军 平博亦随之解围 二十一日 马布方手下马远海 在石嘴山截住孙郡的后卫 俘获六千余人 缴获步枪六千余支 马枪二百余支 高射机枪二挺 大炮六门 炮弹五千余发 孙殿英残步两万余人 在延熙山派出的骑兵的接应下 才得以渡过黄河 司马聚孙之战 以孙殿英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延熙山派兵接应孙殿英 是吃撑的吗 显然不是 延熙山早就料到 孙殿英西进凶多吉少 如果失败退回随西 那就又回到了原点 因此 孙部进入宁夏后 延熙山再就密令 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 七十十师长王晋国 骑兵司令赵承受三人 在三圣宫附近补防 一旦孙君败退回来 便将其解决 延熙山要解决孙殿英 蒋介石也要解决孙殿英 二月十七日 何应清召集近随军将领 徐永昌 商镇 副作义等人在中南海巨人堂 会商脚孙计划 决定由近随军和甘 宁 清部队两路夹击 消灭孙殿英 在蒋介石看来 如果孙殿英被全奸 那最好 如果孙部没被全奸 那他们极有可能形成流口 长期袭绕随西 给延熙山制造无休无止的麻烦 不管是哪一个结果 蒋都可以笑到最后 不过 就讲和言而言 二人都是顶尖斗争高手 相互之间很难被坑 延熙山不仅没有按计划进攻孙殿英 反而出兵接应孙部安全渡过黄河 孙殿英高兴地钻进了套子 一到随远 延熙山就请孙殿英到太原开会 商量善后办法 一到太原 孙殿英就被请进了禁辞 禁辞是什么地方 是当年山西的秦城监狱 延熙山想软禁的人 都会被安排住在禁辞 当年冯玉祥也享受过这个待遇 延熙山困住了孙殿英 副作义等人则困住了孙殿英的部队 要求他们立即缴械 不缴械就不让走 也不提供给养 孙殿英部被迫全部缴械 除两个旅途手开往北平整边以外 其余一万多人全部补充进了禁军 孙殿英本人则在禁辞带到了1936年 经延熙山同意 才前往北平投靠宋哲远 不久投入到了抗战的洪流中 如果把四马俱孙之战比作一场麻将 那么结局是一家输三家营 猪马保住了地盘 蒋介石加强了对西北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延熙山吞并了孙殿英残部 至于孙殿英 输得也不算太大 至少保住了性命 保住了翻身的机会 最大输家还是被战火蹂躏的苦逼老百姓 无数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了一串粗制滥造的统计数据